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幸运的就是约旦 约旦在阿拉伯国家中算是个乖宝宝 不像波斯王那几个卖油的兄弟 成天高调炫富 当然约旦低调是因为没有石油资源 否则约旦的尾巴也能翘到天上去 不要说石油了 就是出海口 约旦差点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阿拉伯内陆国 约旦有一个亲兄弟 就是巴勒斯坦 1921年前的巴勒斯坦 包括现在的约旦 这一年 英国人把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 东边的称为外约旦 西边的还叫巴勒斯坦 外约旦其实还是英国的半殖民地 基本没啥自由 饭钱还是英国提供的 约旦的面积9.1万平方公里 可约旦几乎被几个邻国挤成内陆国 如果不注意看 还以为约旦是个内陆国 好在 约旦在重重围堵之下 还是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可以吹吹来自红海的风 这道口子特别短 只有20公里 但足够让约旦自豪地对外宣布 老子可以下海大鱼 红海的分支压踏八弯 就成了约旦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为啥叫亚喀巴湾 因为这是以约旦唯一海滨城市亚喀巴命名的 更离奇的是 约旦在风景伊尼的亚喀巴湾 有三个都挤在亚喀巴湾的邻国 东边是以色列 他们在亚喀巴湾 也有个港口埃拉特 中间是约旦 约旦的南边就是土豪中的土豪沙特阿拉伯 沙特的石油主要是波斯湾 或是红海边的吉塔港 不是太重是亚喀巴湾 沙特在约沙边界上 只有一个不大的港口哈格了 站在约旦最大港口城市 亚喀巴的海边炒希望 也就隔着十公里 就是阿拉伯世界另一强国 埃及 埃及是靠祖伊士运河 收车船被发财的 亚喀巴湾对埃及来说如同鸡肋 石 周围 气质可惜 别人不在乎亚喀巴湾 但约旦在乎 这是他们唯一的对外生命线 亚喀巴港是约旦的心头肉 有点像东欧的斯洛文尼亚 也只有47公里海岸线 科佩尔港是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对外生命线 亚喀巴港当然不能和荷兰路特丹 比利时安特利普 这些世界级大港相比 但是 亚喀巴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负责邻国兄弟伊拉克的石油转运 伊拉克也是个苦命的滨海国 海岸线只有60公里 没有像样的大港口 伊拉克的石油如果运到亚太地区 直接出布斯湾就行 但如果要迈到欧洲 走到喀巴港最方便 能节省大量运输成本 如果从伊拉克巴士拉出海 要全程通过波斯湾 再沿着阿曼 野门的近海航行 通过吉普提港 北上再经过长达2000多公里的红海 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这一段海域乱的狠 不说美伊互相吹活的瞪眼 就是索马里海盗 也够烦人的 走巴士拉 亚喀巴 伊拉克直接就能通过近在咫尺的苏伊士运河 安全系数较高 鱼弹和伊拉克谈妥 修建从巴士拉到亚喀巴的石油天然气的管道 伊拉克每天可以通过这条管道输送原油 约14万吨天然气2.58亿立方英尺 而约旦每年通过这条管道 可以获得外汇收入约30亿美元 这对一个穷国来说是比据换 约旦2016年的GDP 也不过386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有了伊拉克的石油 约旦不至于受制于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